翻一顿火锅 考虑咱这个 都是非常专业的运动员 只有这个清当锅和番茄锅啊 辣椒不吃了 哎呀早知道给我猪 给我和猪来这个辣锅呀 曾经的专业运动锅是吧 今天组织的这个火锅局 来对下一赛段比赛进行 队伍进入下半区 派出另一小队绝出三四名 第四名连同教练一同淘汰 我想问一下邓罗阳 为什么这个赛制要改成 就是说把一个队分成两个队呢 分成两队呢 这样一队一队的打呢 每个人都有上场机会 每个人都有上场机会 你要是一队13个人 肯定有人上不了场 对上不了场直接淘汰了 那确实队球员不太有功夫 给每个人展示的机会呗 每个人展示一下 但是我也想就是说 提出另外一点 对于这个年龄稍微偏大的 这个队伍 让七个人去打24分钟 你在疲劳的这个状态上面 然后再继续打的话 很容易就是产生伤病的这个危险 那可不可以就是说 年龄最大的这个队呢 增加两个名额 龙哥 我只能这么说 你被朱哥要进去的 这个规则他是给他自己定的 对于咱啥来说是毫无帮助可言 对 朱哥 我说句实话 你那队是我在我眼里是最强 我也这么觉得 你就不要再得了便宜再卖乖 我真觉得你那队比我其实强 真的挺多 打十几年训练的好几个 蔡晨 刚拿着王晶 对 我那几个多有经验 没法打跟他们 还要提要求 你想去打现在MV的总局上去吧 我不想跟朱打 他们对队想了 那你想跟谁打 我 我只要不跟朱打 我跟谁打都行 行不行 那就是咱俩了 那就是咱俩去保着 我最想打的就是 我伦地 为什么 为什么 大鹏这个队呢 就是他有这个经验 去挑什么样的队员 还有灌篮的拍摄的这个经验 那么我伦地呢 虽然就是挂的一个第一届的 冠军总教练是吧 对 谢谢你 但我觉得你只是一个嘉宾的一个角色 没有 你是个混 我是全程带队影 你就是个混女 他是一个人 战胜 我分别战胜了 好多 还战胜了 一届连同志 我的连哥 我告诉你这点太过分 主要教我这点太过分了 那我就打你一顿 朱哥 到时候你别数了 太小别了 我们的这个什么教练的对话里面 你也说了 你是第一季的冠军的总教练 节目里面 我是这个后辈 我要多向你学习 我现在不想教你了 朱哥 我不接受搜图 朱哥你不要向我学习了 你扫遍而已吧 扫遍 周琪你最不想打谁 我最不想打 胜哥你 对啊 整个队基本上都是打大学联赛的 也都非常了解 像我们这个可能有一半都是互相不认识 我最怕收到的就是 胜哥 因为他不管是经验 还是球员的整体实力来说 还是强于我们 王之邦战队每一个位置都比较完整 王之导又是一个很讲究打战术的一个教练 所以可能略战上风一些 再加上上一季 冯哥又是冠军 人家还有大上一季冠军的 大上一季 朱哥不是说混的吗 大哥 我上一季 我上一季挑的影 有七个现在在CBG大球 是吗 受不了了 天天埋着我 不是艾伦 我就真是受不了了 他怎么不把你当回事了 是还混着 我上一季军两个一两个 挺刺激 我先看一眼 看天了 怎么着谁下来 就不再来吧 一共四个 一共四个 你要哪个 好 下一个 冯哥 我当第一个吧 来 谁 冯哥 随便吧 咱俩 轮下来 咱俩随便了 咱们先把他举到前头 让观众先给看一眼 来 准备 一 二 三 六 谁要谁要看一下 大家翻吧 大家翻 我二 你二 我也二 我也二 老回老猪打 谁啊 太老了 谁啊 你废了猪哥 我今天就算一课给你 我最不想说冯哥打 我车要冯哥了 我跟你说 我在上海开军发不贵的时候 发誓银过来 告诉他要干我 没有 我说你干我 我干平了 你干我 我还干你的 我还 冯哥你理解错了 这球队 不是要站起来 我没有 我冯冯当中真的觉得就是 能够跟周琪打 胜算多的 七八成吧 我太难了 最不想抽到的人被我抽到 那既然抽到了 就正面去面对 全力以赴去准备 对彭哥这场比赛 可以先去通知球员 他们都在等着 哎 不是 我不想告我突然这个小子 我告他 乐什么乐 有你哭的时候 他们这个老说什么 让我们教练员 赛前放放狠话跟对方 我从来没说过 今天我看到 诸葛这个厚压无始的笑容 我今天就给你放个狠话 有你哭的时候 我笑的原因是 命运就会是这么的凑巧 希望你们全力以赴 不要让我赢得太轻松 皱腿 把那个大白菜糊在脸上 咱不上吃火锅了吗 嗯 当时就想着 我们突然争口气吧 赢他没你 我们那边抽完签了 我们那边抽完签了 打周旗他们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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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中复还没有我们后位高 是胜算很大的 我们相对来说内线要强一点 打他们还是有些信心呢 这个信心有多大度啊 平均就百分之百 我们明天跟郭艾伦打 郭艾伦他们都是年轻球员 打得应该没什么大能比赛 郭总在就是赛前安排的就已经是很很全面了 这场比赛 拿下应该没问题 作为我自己来说我跟谁打都无所备 我们最后要拿冠军的嘛 我们必须要先把第一场比赛拿下 我们一起加油吧 加油 三分我最为 咱们猪要他们打 我们对朱方宇那个队打的话 心里感觉还是挺有压力的 毕竟他们队那个阵容深度实在太强了 我们都是大学生球员 而对方有已经在职业联赛里边 拿到过总冠军的球员 也有在中国这个篮球圈非常有名的几个前辈 肯定是对我们非常不利的 抽到了我最不想抽到的人 王世鹏 没有想过打王世鹏 阵容有点对不上号 就是觉得 尤其在身高方面有点对不上 他们的经验 和他们的内外线球员的搭配上 综合实力都是比较好的 抽完前以后 朱哥就一直在笑 就笑你们 他瞧不起你们 你知道吗 他太瞧不起你们了 太嚣张了 没有我们这是年轻嘛 我们这里 你们必须 让他的笑声收回 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对 有信心吗 有 有 大点声 有 干不干 干 不管你们打谁 不是说某一组就一定比谁谁弱 希望你们不要用心态 加油 加油 当时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受 就是已经准备好了 跟任何球队交战嘛 我们不会惧怕任何强者 大热必死 像我们这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 他容易爆发出自己竞争的潜力 用胜利去打他们的脸 相信我的队员们会全力一步 就往全力去拼就完了 本节目由科学配比闪电补给的加德勒赞助播出